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真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佩 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净土教言 《净土教言》里面 现在讲 不能往生净土的三种障碍 三种障碍当中 昨天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 没有了知净土的功德 没有了知阿弥陀佛的功德 也不会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 所以昨前天所讲的内容 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 各种功德 庄严 这些方面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去学习 以前这方面 好像了解的不太多 我想我们现在 在汉地也好 藏地也好 很多有关净土宗方面的 经典也相当多 论典也相当多 这样自己应该认认真正地去学习 加深这方面的理解 这样以后完全认识到 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 那么我们一定会对他生起欢喜 对他生起意乐之心 如果有了意乐 我们会关心 我们会祈祷 所以大家在 因为平时很多人在以前的 关于他的一些生活 教育 环境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这样一来 现在一下子 往生极乐世界 这方面要提起精神 提起信心 可能也有很困难的 所以以前不知道 这些道理的人 以前虽然知道 但是知道的不太多的 这些人你一定要 这方面去学习 去了解 了解以后你自己也知道 确实往生极乐世界 有非常大的功德 而且往生极乐世界有很大的意义 所谓的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 正是在我们凡夫人面前 在世俗当中来讲存在的 那么存在的话 在我们世俗当中 要离开 三界轮回的所有的痛苦 那必须要先往生清净刹土 得到所有的功德圆满 之后可以随意地利益无边的众生 这以上讲往生极乐世界 首先必须要知道极乐世界的功德 那么我们很多人 对不祈祷 不有信心和意乐的原因 就是有三种障碍 第一个障碍 我们已经介绍完了 下面讲第二个障碍 就是说的邪见 对往生净土宗 什么叫做邪见呢 大家都知道 对真相不符合的一切见解 叫做邪见 比如说这个瓶子 本来是无常的东西 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常有的 这就是对万法真相方面的 一种颠倒 执著 这是一种邪见 本来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的功德 发愿力 智慧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们认为 这没有什么的 不可能有这样的极乐世界 不可能有什么 我们对它的真相 反而有一些很深厚的无解 这就是所谓的邪见 他这里是这样讲的 谁听闻了 如此殊胜的法门 但若往昔未曾积累资粮 也不会对此生起心界心 虽然我们听到了 极乐世界七世界的各种庄严 然后有情世界 包括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菩萨 眷属等等 所有的功德圆满 听到以后 如果往昔 对大乘佛法有殊胜善愿 听到这个法以后 我们就开始生起信心 然后马上有 往生的念头和信心产生 但以前积累资粮不多 也许一点也没有 积累资粮的人 那么即生当中 听到这个法门以后 就不一定对他生起信心 对其意产生邪见 这等同于外道 那么对它的意义产生邪见 那么这些人相当于 有些是真正的外道 有些不是外道 也有诸如此类的 有些是真正的外道 我们佛教当中 所讲的这些净土的庄严 他不可能生起信心 就马上起邪见了 有些虽然是我们佛教徒 但是我们佛教徒当中 也是相当一部分人 对净土法门 还是有一种排斥的眼光 所以这也是说明 往昔没有积累资粮的一种果 那么这些人 尽管他们不承认身教为正 尤其是外道 他这里主要讲的是外道 尽管他们不承认身教为正粮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在《无量寿经》里面说的 释迦牟尼佛在《观经》当中讲的 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当中讲的 这样我们给他算说 他们都不承认这个经典作为正粮 经典里面所说的 完全是正确的 这个道理 他们是不承认的 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现在很多的威武论 很多的一些顺势外道 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 从来不学宗教的这些人 我们说这是佛经当中讲的 极乐世界肯定有的 彭人 只有佛教徒 佛教徒里面也是大乘佛教徒 才承认 《净土经》当中 真的有没有这个记载 有的话 我就承认 只有大乘根基的人 他才承认的 除了这个以外 一般来讲 其他的外道几乎都是不承认的 虽然他们对这个圣教 不承认为正粮 但因为了使者 通达真正的教义 而实现身边等方便调伏 身边等这些三个字 不用也可以 好像诵文里面没有 它下面有个略说 下面进一步的广说 意思就是说 为了这些人 通达佛教里面 所讲到的真相 那么我们要么在他们面前 实现方便方法来调伏 或者以锁立的方式来 进行调伏 这是略说的 下面这两个问题 进行广说的 所以这个问题相当重要 我们刚才也讲了 很多人 现在对所谓的佛教 不承认 佛教里面讲的 如果完全是承认的话 当然是很好说 我们把经典拿出来 你看《极乐世界》 如何如何的庄严 阿弥陀佛这样发愿的 让他看一遍 他马上认可了 就可以了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根本不承认佛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 有一种方法 显示方便方法 就是说 我们显示一些神变 神通力 这样的话 他们也会显现的 当然我们作为出家人也好 我们现在弘扬佛法的 有些人来讲 如果真正你具足 都是可以的 佛陀也是当年在印度 对外道的路大本师面前 显示各种各样的神变 然后他们全部得以调伏 以后这个日子 人们称之为 我们现在的神变约 所以神变约当中 做什么样的善事呢 全部都 也有些经里面说 变成一一变 有些说是十万变 有各种说法 所以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神变 能显示 当然是很好的 在佛教图当中也是 从历史上看 有非常多的一些修行人 在外面不信佛教的人面前 显示各种各样的神变 因为《闲语经》和《戴语经》当中 都是这样讲的 凡夫人特别对神变赞叹 而且很吸引 所以如果显示神变 当然也是很好 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 如果外交根本不承认的时候 就用神变来调伏他们 以前佛教 刚刚入语汉地的时候 当时道教与佛教 也是辩论 根据汉地佛教诗 藏文当中有这么一个 以前我看见过 这里面说 最初开始的时候 道教与佛教开始互相争论 辩论 后来佛教徒 显示各种各样的神变 后来道教也得以失败 也有这种历史记载 所以这样的话也可以 最后他不得不承认 藏传佛教当中这样的实力 也是相当多的 这是一种方法 当然我们对在座的很多人来讲 是现实神变 可能也有一些困难 那如果不能现实神变 第二个道理 第二个办法 就是以真理来说明 进行调伏 或者说以真实的依据 证明师尊为良师父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首先对这些人面前说 这个极乐世界肯定是存在的 阿弥陀佛肯定存在的 那么他说 为什么存在 我们这些话 全部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第一句话 释迦牟尼佛不一定承认 他这里什么叫做良师父呢 所谓的良师父是 没有一点错误的这种人 没有一点错误 不管他的身口语 全部是清净的 比如说身体 没有任何杂然 具足相好的 然后语言 从来都是不说一句妄语 全部是如理如法的 然后心完全是 没有任何贪嗔痴的烦恼 而且通辞一切 宇宙人身的真理 全部具足这样的身口语的时候 那么这一点 当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说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那么别人说 释迦牟尼佛是谁 也许可能释迦牟尼佛说的 也不承认 那么我们可以 在这个问题当中 当然需要一些辩论 如果你没有辩论的话 一下子就 因为本来他不承认 是佛教里面正讲的 这样的话 我们首先 释迦牟尼佛确实在人类众生的工业面前显现过 现在世间上人们虽然有 各种不同的一些历史的记带 但是比较公认的 两千五百五十年吧 今年前一段时间 刚在印度金刚座也开了 释迦牟尼佛 纪念两千五百五十年 以前两千五百年 当时中国佛教协会的邪罗讲座 好多都是 也当时去参加印度金刚座 这是我们从临时上来讲 现在释迦牟尼佛这么一个人 来过这个世界 而且他所说的这些教言 现在我们藏文 一百里三汉 有这么多的经典 全部已经保存着 其他各种不同的语言经典 更多 释迦牟尼佛这个人 已经来过 而且他说了这么多的法 在这个说法当中 包括我们世间学和出世间学 人文 天文 地理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学文 全部已经讲得清清楚楚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 这位大师所宣讲的佛法的真理 有多少人能真正反驳的 这个可以说 自古以来都是没有找到的 释迦牟尼佛出世到现在 这个世间上 聪明的人是非常多的 我们有些人认为好像这几百年当中 有几个科学家很聪明的 除了这个以外 好像没有 以前的人特别笨 并不是这样的 有在某一个角度来讲 古人的智慧是更超胜的 但是这么多的人当中 谁能真正折破过 包括我们佛教徒当中也是 如果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没有这样的说服力 我想很多佛教徒 也是不会承认的 包括茅密菩萨 很多外道 也最后不会引进 到佛教当中来的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对释迦牟尼佛 建立为量师婆 就像《量力宝藏论》第三品当中 专门讲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要 我们自己也是遇到了一些 比较甚深的问题的时候 必须要依靠经典 要依靠经典的时候 首先这个经典是谁说的 我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那么释迦牟尼佛说的 这个科兴度有什么样呢 这个科兴度多大呢 我们也应该这方面 不得不考虑 你要考虑的时候 不要说我们像这样 特别笨的人 背一个论典都是 飞了半天的时间 今天背得特别好 明天全部都忘得干干净净 一点也没有 像这种人不要说 以前很多过目不忘的 大智者和大成就者 他们也是反反复复地 思考佛陀的经典 越思考越思维 在自相续当中的这种证悟 越来越提高 除此之外 从来都是 连一句的这种反驳理由 也是找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世界当中 真的释迦牟尼佛 量师父 这一点 大家应该作为一个佛教徒 自相续当中 有一个身心不一的定解 这个相当重要的 有了这个的话 我们以后 在人生的这种岁月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违缘和困难 我们的见解 是不会随着外界而转的 所以刚才在这里 第一个问题 像刚才 你现实身边也没办法的 但是你用佛教的道理 来说服别人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释迦牟尼佛 你看释迦牟尼佛的经典 看过没有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的 首先把释迦牟尼佛 建立为量师父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正确地建立佛教 为解脱的俱量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佛法 让众生直接或者见解 离苦得了 获得解脱的一个最好的解体 最好的一种妙要方法 这个我们也要通过 因为首先释迦牟尼佛 如果成立为是量师父 他说的肯定是正切无误的 这一点很容易的 如果你释迦牟尼佛 没有成立为是量师父 那么佛法成为是解脱俱量 这个有一定困难的 有一定困难的 比如说我是这个人 真正是个好人 我说的话 还是大家都可以信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当然出病的人士都非常多 自古以来非常多的 但是很多人不是量师父 他们很多的话 最后是什么样的 大家也非常清楚的 然后他们在有些生老死病上面 问题接触的时候 包括这些文学家 或者天文学家 这些人最后面对生死苦劳的时候 怎么样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 我都有时候经常这样想 法王如意宝 去五台山 然后回来以后 给我们讲了一名十两论 然后一名十两论以后 以前我们经常觉得 我们佛教的很多道理 说服别人是很困难的 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们毕竟 也不是特别的聪明 但是基本上 懂现在社会的一些 比如说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 还有一些天文 地理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比较多 他们当中有些 对佛教是半信半业 有些完全不承认佛教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以后遇到这些人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办法 一直有这方面的考虑 后来上师如意宝宣讲十两论以后 觉得这个道理越死毁 确实这样 以后遇到什么样的人 应该以这个道理来说服 那么以这个道理来说服 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找不到 反驳我们佛教徒的 当然有些人觉得 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你们佛教 有本事的话站出来 但我想我们 这个佛教徒是心甘情愿的 应该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如果他真正能反驳 那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应该站在佛教的观点 就是对他可以愿意辩论的 我们并不是精通佛教的人 但是我们也基本上 学习过一些 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 到目前为止 虽然对佛教不承认的人 都是经常遇到的比较多 但是真正有理由的 真正能推翻佛教观点的人 可以说是没有遇到过 这样我们以后 极乐世界不承认的话 这个问题最好以这种方法来 给别人说服 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最聪明 再有什么智慧的人 我想以这种方式来说的话 对方要么会承认 净土的存在 要么他虽然说不出 什么反驳的理由 但是他还是可能半心拍 确实 释迦牟尼佛到底说的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是不是 那么厉害的人 那我也看看佛经里面 他开始学一些《般若经》 《般若经》的每一个道理 确实是 如果你真的去参加 一个系统的一些佛学院里面去学习 就慢慢慢慢 原来也不是有很多人嘛 想专门 想拨持佛法 然后到佛学院里面去听《入中论》 后来听完了以后 他也不得不承认了 这种情况比较多的 这是刚才我们 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外道也好 或者不承认佛教的人 这一段是相当重要的 木方仁波切表面上 说是净土宗 但实际上不一定是净土 所有我们佛法的教义 如果在别人面前进行辩论的时候 我们依靠这种推理来进行反驳 这是《诗量论》当中这个道理 讲得比较广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问题 尤其是现在 科学比较发达的时代 人的思维也特别的纷乱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一个正见 我们自己也以后很难以把握的 然后我们遇到外境的时候 尤其是外面的这些人 比较聪明 嘴巴比较回缩 这样我们自己也 哎 是啊 这样到底可能是 阿弥陀佛不存在啊 净土世界可能不存在啊 那为什么是 净土宗里面经常说这样的 哦 这可能是老年人的一些妄想而已 佛陀可能是给老年人 道妄语有净土 实际上净土是根本不存在 我们自己都很容易 会产生这些邪见 那这样真的非常可怕 所以在闻思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的见解 正确无误地建立起来 然后自己都是有一种把握 以后不管是 遇到什么样的人 哎 我站在佛教的立场上 应该好像对进行辩论 我好像有一定的把握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在非佛教徒的群体当中 你要去的话 你应该是 自己有一种 不同的容器吧 否则的话 哎 会不会非佛教徒问我啊 到底如果是这些人问我的话 那我怎么回答啊 那这样的话 自己都是没有生起真正的定解了 以善观察证明净土宗 那么这样的话 通过三观察 显量 比量 较量 通过三观察的话 完全能证明 所有的净土经 净土经等 佛经是清净的正教 那么这些净土经 这些也是 推着恒量极其 隐蔽缩量的无器圣教 那么这些净土宗 完全是什么呢 能恒量最隐蔽的一种 不会欺骗人的一种圣教 我们要依靠它 完全都是可以信赖的 所以以善观察来得以清净 就是佛经 显量当中 也根本找不到它的错误 从比量当中 怎么样也是 找不到它的错误 然后从教量当中 比如说有些教 有些神教 他的前后有一些矛盾 一些意义和词句有矛盾 有这种情况的 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教 根本不会有的 显量的对境 不会有显量的危害 比量的对境 不会有比量的危害 然后教量的对境 不会有教量的危害 这就是所谓的三清净 得以三清净的净土 叫围住的所有的这些经典 完全是可以可靠的 而且这些经典 它能衡量 我们叶尔比赛生 根本没有办法测度的一些 非常隐蔽的 非常时髦的道理 说得非常清楚的 所以极乐世界 虽然我们如眼看不到的 如耳听不到的 然后我们如生 也是接触不了的 但是我们依靠这些 非常可靠的经典 必定是有这个净土 有了这个净土的话 我们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教言 去如理如实修持 最后临终的时候 一定会是往生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对净土宗 不仅仅念佛法门 是很好的 有这个念土 而且真正是从道理上明白 就是道理上明白 别人不可转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从道理上 大家都是应该相同的 确实是 净土宗很殊胜的 而且这个极乐世界存在的 那么以后有些人打我 锁我 这个净土宗不存在的话 我不可能转意的 这就是我们间接的力量 间接的力量就是这样的 对此应该生起诚信 所以对这个问题应该生起诚信 从他们的历史上看 比如说 从汉传佛教的净土宗 第一代就是慧原大师 从慧原大师的 因光法师之间 有十三代 人们共产的净土宗师 那么这些每一个宗师 在往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我们世间人 显量看见的 比如说慧原大师 他在圆寂的七天之前 他在入定当中 亲自显见了阿弥陀佛 而且阿弥陀佛当时也跟他说 在过七日的时候 以我的化身来迎接 然后他也是在为人民面前 如实的宣说 后来往生的这些事迹 去年我去路山东陵市 确实是很多净土宗的一些教言 他们有一些感染的 这个世界听了以后 还是不对不让人生起信心 当时我们也是 好像我第一天到了 然后第二天 我们也开了一个 藏传和汉传经众研究的 开了一个这样的研究会 然后双方按藏传佛教的 净土宗的观点和汉传佛教的 当时他们的主持是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我觉得目前在中国大陆 尤其是学习净土宗方面的 既有实修 也有一些研究的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 因为他从文化素质也好 对佛学造诣也好 各方面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们也探讨了 一些各自的建议吧 所以最后也知道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有些净土宗 有很多很多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汉传佛教 我想是在理论上 在藏传佛教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值得借鉴的 藏传佛教有些念佛 对他们的有些方面 也有一些值得学习的 所以以后我都非常希望 大家在教派与教派之间 宗派与宗派之间 最好不要冲突 不要内战 我都这样想 在一生当中 如果自己有一点机会 因缘的话 最好很多佛教教派之间 不要有冲突 这方面能做一点事情 自己心里很满意 这种感觉 这是刚才我们讲 关于对邪见的一些问题 然后第三个问题 就是怀疑 我们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 第三大障碍就是怀疑 有些人是有这样的 虽然他是真正的佛教徒 但自己因为信仰一些猎成 有些小乘 有些外道 有些世间的习气特别重 对佛法的知识很少等等 有这个原因的话 法师面前听受了 极乐世界的各种功德庄严的时候 他就心里面这样讲 哎 你看极乐世界是如何如何的殊胜 阿弥陀佛的眷属们 全部都是有如实的功德 那这样的话 这肯定是一些大菩萨 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 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人 像我每天都是有贪心 嗔心 痴心等等 这样烦恼僧众的人 怎么会是能往生极乐世界呢 这肯定不能往生的 而且仅仅是念一个佛号 你看其他的菩萨 三个阿僧集结当中还要积累资粮 那我念一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 怎么会是能往生极乐世界 不可能的 很多人有这种怀疑 也是一种怀疑 也是一种邪见吧 不可能吧 只不过是他的稍微有点角度不同 刚才邪见的时候 他觉得是不合理的 然后在这里产生怀疑的时候 我们也平时这样吧 有些人可能这样会想的 每天都念阿弥陀佛 到底能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吧 我怎么样念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吧 有时候会产生这些怀疑 心生这种怀疑 口中也是这样说的 有些人口中也是随随便便 给别人也这样讲 不可能往生的 这个念佛法名并不是很高的 而我们密宗的法是如何 我们禅宗的法是如何如何 那么不要 原来我看有一个人学俗的一些文章里面 说念佛法门如何如何不如法 这个没有什么真正的闻思 没有真正的研究等等 讲了很多很多的过失 看到他的文章特别可怕 因为这个念佛法门 我们佛经当中也可以记得 就特别殊胜的 而这个人对佛经根本没有念 只是依靠他的思维 他对其他的一些经里面来说 成佛的话 三个阿僧吉家 得菩萨的话 一个阿僧吉家等等 他看到这样以后 就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开始驳斥别人的念佛法门 如果我们这样说 尤其是稍微有一点能力的人 尤其是真的有能力的人 以后说话一定要注意 不然比如说 我有一定的说话 有一定的分量 我下面净土宗大概有一千个人 如果我说净土宗很不好 说一句话 最后他们一千个人相续当中的 善根都全部摧毁了 从此以后他们对净土宗 因为他们对我很信任 我一说净土宗不好 那这样这么多人 对净土宗产生邪见 所以以后自己尤其是有一些 有机会在一些大的场合 和一些群体当中说话 特别要注意 只不过我口头上这样说 实际上我自己还是一点都不注意 经常说话是一点都不符合 麦彭仁波切说 认为只有菩萨可以往生的 凡夫人不能往生的 光念佛法不能往生的 这些人太可怕了 他说 这个人已经彻底坏坏了 重大的意义 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完蛋了 特别可怜 意思就是说 他的重大的意义 他本来是可以往生的 别人也可以往生的 但是他给别人面前 也这样宣扬 所以像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也是有些人 以前没有听过 我们藏传佛教净土法门的时候 会不会以密宗的理由 说是如何如何 那天的时候 我以为法师 他是这样确实讲的 现在很多密宗的修行人 说是我们净土层如何如何不好 这个净土法门只有老年人的 一些暂时安慰而已 实际上是这个不能成就的 很多法师会这样讲的 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 那他已经失坏了重大的意义 如果丢失了几千万的话 也没有什么的 这个可以补的 即使补补上也是对来世来说 没有什么的 但是如果我们对佛法这样诽谤 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事了 此理由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此理由 身教可退治 凡夫人可以 那么这个人肯定是 搞错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通过佛经当中 可以退治 凡夫人可以凭借信誉 以乐行礼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点是我们 马法仁波切说得非常清楚 像我们这样的 以前法王如意宝 讲这部论典的时候也这样讲 就像我们很多人不要想 我每天的烦恼这么重 我业力那么重 我身体也不好 我每天都是 胡思乱想分别念也是这么重 那么一心不乱的境界 也是道不道的 那这样我往生极乐世界的 机会和希望肯定是没有的 只有选择其他的一个路 如果你这样想 这是搞错了的 我们现在这样业力深重的 具有一切束缚的人 也是依靠佛的名号的加持力 让佛不可思议的发愿和为力 一定会是能往生的 所以自己对自己 要有一定的信任 如果自己对自己没有信任 世间上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出来 有时候都是 我都这样想 我们世间上做任何一件事情 比如说你们发行任何一件事情 自己对自己 还是要有一种信心 如果自己对自己 一点信心都没有 整天都觉得我这个人很坏 我如何如何这样的话 什么事情都可能会不做的 所以我们凡夫人 有一点烦恼是正常现象 这个大家也不要特别的痛苦 很高兴 是吧 有了犯法烦恼 如颂云即到第三处 一论即有利 如果我们遇到了第三处 以限量 比量 第三处就是到了 意思就是说 限量的对境 比量的对境 然后圣教的对境 限量的比较简单 比量的对境比较隐蔽 圣教的对境就是最隐蔽的 那么到了第三处 也就是说圣教的对境的时候 依靠论典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以前我们在其他论典当中 也是讲过 这个其实《十量论》当中 应该是《十量论》的一个教证 《十量论》里面 应该是这样讲的 到了第三处 我们依靠论典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限量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然后比量 通过其他推证也可以的 但是到了最隐蔽的对境 你必须要依靠教证 如果你没有依靠教证 根本没办法 因为所谓的极乐世界 还是比较隐蔽的 也不是限量的 也并不是比量指导的 所以我们平时 对佛教的教理信任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对佛教的教理没有信任 就像现在的一些学术界一样 凭他的思维和 凭他的智慧来观察 很多道理不要说是最甚深的 一些佛不可思议的境界 连我们所看见的柱子 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依靠神教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最有利的 对于极硬币之所量 只有通过武器的神教来了解 了解而趋入 可能有个趋入 了解也可以吧 了解其广大的事业 这是一切圣者的传统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对我们一个人的 众生当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 遇到了一些硬币的所量 我们的眼儿鼻声 根本没办法衡量的一些 非常深奥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通过武器的神教 当然神教当中 有外道有外道的神教 婆罗门有婆罗门的教 教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最好是我们选择 武器的释迦牟尼佛的神教 以武器的释迦牟尼佛的神教 来可以了解它的意义 这就是所有自古以来的 呈现善望的 所有的高僧大德和大成就者们的 唯一的传统 就唯一的传统 所以我想我们一个人的智慧 毕竟是有限的 关于一些业因果 前世后世 或者生意空性 这些问题的时候 当然我们名言当中 业因果 前世后世 极乐世界 这些都是名言当中 比较难以得到的一些问题 生意当中远离一切行论的 空性 光明如来脏 这些本体遇到的时候 我们眼睛肯定找不出来 你的思维 你的意识 也是根本找不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信任一个 最好的了意的佛经 佛经里面怎么说 我也怎么样做 比如说一个开车的人 他到了城市里面的时候 他眼睛怎么样 可能这个路找不到 这就是我们相当于是限量的 然后他就退一段吧 退一段 噢 肯定这个狮子鹿尸 应该是在石沙口 在这边开吧 他就想 然后到了这个壁量 也没有起作用的时候 他就拿一个地图看 哦 地图里面就 写得很清楚的话 完全照着这样去的话 最后也是会到达自己的目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依靠限量 有些地方也暂时有一种对境 然后在根本没办法的时候 依靠壁量 壁量也没办法的时候 你用教量去 这就是智者们 智者们的传统就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的月城论师 法城论师 龙龙菩萨 他们全部都是依靠佛经的 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 以后在做人也好 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遇到了最硬币的一些所量的时候 最硬币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依靠圣教 这个是我们众生当中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这一点忽略了 这一点放弃了 以后也许你的相续当中 都会生起邪见 对佛法的一些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问题 包括佛教徒 今天有一个人打电话 是不是你们出了家以后 不会有烦恼 我说是不一定 那说我们世间人一样 你们出家人当中 有烦恼的很多很多 是不是 我说对对对 出家人当中烦恼多的人特别多 他说为什么 出家只不过是现在 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种阶段而已 实际上他的相续当中 肯定有烦恼的 所以对佛教一点不知道的人 好像认为 我们出了家以后 什么都已经没有了 马上获得阿勒芳果位 有这样的感觉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说我们出家人也好 包括在家人也好 什么样 对佛教最根本的问题了解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最根本的问题了解 你学显宗也可以 学密宗也可以 这个都不是特别要紧的 因为你们实在是有点困难 以前学过密宗 现在除了显宗寺院以外 实在没办法 可以没事 每天到那边去念佛 功德很大 但是我想念佛法门 不仅仅是口头上念 然后心里一边产生怀疑 一边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好 应该通过这种音名 通过一些藏传佛教的 净土法门来 自相续当中对往生极乐世界 真正有一种 不可摧毁的信心 那你念佛也是非常成功 所以 我喝茶的时候发动也要喝茶 他也累了 刚才 麦彭仁波记得这些话 希望你们还是 怎么样也是 如果能记得下来 心上面记上 如果心上面 实在是没办法记下来 在本子上单独写出来 记下来 记完了以后 有时候看一看 我们在以后 不管是学什么 以前听到霍西的邱教堪布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 如果有智慧的人一个论通达 所有的论都可以通达 如果一个论不能通达 所有的论都不能通 我觉得很有道理 包括我们净土教言 只有几片 表面上看来这是很少 实际上 麦彭仁波记在里面 所讲的一些教言 非常甚深的 如果这个通达 很多人一生当中 学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对身边的很多人 也可能受一些影响 这个觉得非常重要 只有通过五七神教 来了解广大事业 这是一切圣者的 不管是显宗也好 密宗也好 所有的智者们 他们在弘扬佛法也好 自己修饰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传统就是这样的 弘扬佛法的时候也是 他遇到最甚深的地方 完全都是依靠圣教来衡量 比如说 我们要净土供养 净土宗的时候 我对净土宗的很多问题 不了解的时候 按照以前的银光大师 或者一些佣民大师 他们的这种教言来去做 这样的教言来去做 一点都不会有错 如果他们的教 你觉得不太信任 那按照释迦牟尼佛 净土宗的这些经典来做 这是所有人的传统 都是这样的 然后给别人弘扬的时候 你对极乐世界 亲自给别人看 是不可能的事情 谁也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 哦 佛陀告诉我们 所以现在净土宗的很多上师 也是这样讲 佛陀告诉有些不是佛陀告诉的话 也说是佛陀告诉我们 因此从极乐世界的七清空德 极为广大 并且凡听闻三师阿弥陀佛 并欲求往生极乐世界 都定能往生 他这里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功德非常广大 七清世界的功德 不管阿弥陀佛也好 大狮子菩萨的这些 七清世界的所有的功德 是极其广大的 并且凡听到三师阿弥陀佛 名号 自己要往生极乐世界的 都是能往生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往昔在三师世间自在往如来前 名为法藏比丘 法愿受此彼功德圆满 八百亿十万举子 哪有它 一般的数目的单位 庄严佛刹 更殊胜的刹土 当时他在成为 法藏比丘的时候 所有成千上万净土的功德 举在一起 并且超过他们这样的一个净土 他就要发愿 我将来要受持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 我要发愿建一个经党 我要发愿做什么 我们平时的发愿 还是很重要的 他在无量界当中 行持菩萨行为 在无量 无数无边的菩萨行 在因地的时候行持过 如今圆满实现了 往昔的一切誓愿 如今阿弥陀佛的 以前所有七情世界所发的愿 全部已经实现了 他当时发的四十八道愿 全部一一实现了 然后刹土名为 极乐世界的刹土中称佛 恒时宣说正法 因此我们要依靠阿弥陀佛的发愿力 很容易往生必刹土 若往生则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若往生 那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我们一生当中真的要 自己有个目标很重要的 比如说搞生意的人 他想是他搞一个项目 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有这样的 我们作为佛教徒 我一定要一生当中能往生极乐世界 有一个这样的发愿力 相当重要的 往生的话 这个意义是相当大的 佛在佛经当中这样说的 除有外 无证菩提之事 与无量无边刹土中 任何众生闻我名号 必等为往生必佛刹 发愿并回向善根 除被无无间罪以及舍法罪障 覆盖为一切众生 必等甚至一亿发心往生必刹土 若必等不能往生 而是愿我 不无现前成就无上正等觉 菩提果为 当时佛陀 这是好像记得 四十八元当中的第十八元 基本上相同的 第十八元里面也是说了 十方的所有众生 如果心里面 对往生极乐世界产生信心 然后愿意往生刹土 在心里面产生这样的念头 乃至十种念头 乃至识次的念头 如果不能往生 他当时说 我不能取正觉 而不能取正觉 除了无力和造谤法罪以外 这个在汉传佛教当中 也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藏传佛教等里面 大家都应该清楚 往生极乐世界的因 因包括在四种因当中 它的违缘就是两种当中 造无无间罪和造谤法罪 这两种当中 这是大家都共诚的 在汉传佛教当中 《四十八元》里面讲的 也是非常清楚的 他说 除了造无力 无力指的是造无无间罪 还有谤法罪 这些人以外就没有的 但有些汉传佛教的 有些大德 解释的时候 造无无间罪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忏悔 也可以能往生 以前这个阿世世王子 他依靠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而造了无无间罪 但后来通过他忏悔以后 自己也是最后转生到 上平众生的净土 也有这样的历史 所以他这里也讲得非常清楚 凡是听到我的名号 这些众生 而且愿意往生 发这个愿 那么除了无无间罪 造谤法罪以外 全部都往生 如果不能往生 愿我不要成证据 当时发这个愿 以及前面所说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 应当通达这些教证 生起顶尽 我们应该通达 这些教证的意义 然后自己应该 生起往生极乐世界的心 当然 往生极乐世界的心 我觉得是我们平时 所强调的出离心和菩提心 里面应该包括的 如果没有出离心 我们不一定要愿意往生 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世界 如何如何都美好 如何如何都好 这样想的话 我就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 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 我不愿意往生 首先我们觉得 三界轮回的不管哪一能 都没有什么快乐 我们相续当中 有一个很强烈的出离心 有了强烈出离心的时候 我不愿意再转生了 应该要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利益众生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经常所讲的出离心和菩提心 还是不能离开的 如果没有出离心 你光是念佛能不能往生 也很难说的 你贪扎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菩提心 你能不能往生呢 也是很难说的 因为到了极乐世界 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 都是度化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道场 所以前面所讲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 我们对这些教证的内容 大家也应该生起定解 稍微以前的观念 有没有一种改变 有改变的话 我们听闻这个法 确实对每个人 有一定的受益 如果自相聚当中 也没有任何改变的话 恐怕是 或者自己前世没有积累资粮 或者自己什么 谤法罪有一些 但这个谤法罪以后可能我们 今天我们安排一些道友 学习《弥勒清闻经》 《弥勒清闻经》里面 《谤法罪的过失》 也讲得比较多 然后你们也在学习 《菩提道次第论》 当中也是讲了 很多谤法罪的一些过失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汉传佛教当中 提是提 要讲谤法罪 但具体所谓的谤法是什么样啊 这些方面在有些论典里面 提的不是很多 当然有些高僧大德 我觉得讲得也是非常好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大家应该值得重视 不然我们一直念佛 一直想往生极乐世界 但很有可能我们旁边 造无无间罪不一定有的 但这个谤法罪 已经遮掌了我们的前途 遮掌了我们的命运 很有这个可能 所以谤法罪最好是 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一辈子当中最重要 尤其是他老人家晚年的时候 对我们显示了什么样的呢 他老人家也是显得以前 好像会不会有办法罪 所以在视线当中 也是经常忏悔 所以我们现在忏悔的方法 真的非常好 连金刚萨埵 百字明 还经常观空心 有很多很多忏悔的方便方法 一定要随时忏悔 这样以后 就能往生进了世界 今天讲到这里 我去玳川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